花花、草草皆有情 他们也有自己的传说故事 这集的主角是世界名花之一的大栗花 能位列名花榜单 是因为大栗花的花旗长 花茎大、花朵多 花色色彩、瑰丽多样 花朵、单半、复半都有 颜色种类超级多 花开始 十分艳丽迷人 花期从五月到十一月中旬 在温度条件适合的情况下 甚至全年可以开花不断 精品的大栗花 最大的花茎 甚至可以达到三十到四十公分 是目前花卉中独一无二的 大栗花的原产于墨西哥 墨西哥人把它视为大方、富丽的象征 因此将它尊为国花 大栗花的花语就很有意思 有大吉大栗也有背叛 大吉大栗倒是很好理解 从大栗花富太严厉的样子也能猜到 至于背叛的意思 对大栗花来说就很委屈了 怪就怪在它有一个充满人性的贪嗔斯漫的传说故事 拿破仑的妻子月瑟芬与大栗花的故事 话说某次拿破仑的妻子月瑟芬 回墨西哥附近的法国老家探亲 偶然间发现了当时还没不见金钻的大栗花 表示很喜欢 随行的园丁为了讨好法国皇后 就掐了几根带回花园扦插 精心培养 花开成虫 美不生收 各路名媛索女来喝下午茶的时候 看到花园都惊艳不已 本着你有我也得有的嫉妒心理 向月瑟芬讨要 但是月瑟芬从来都不送人 以展示使花为我独有 展现自己的身份地位与独特品味 在多次讨要无果之后 有一位伯爵夫人 按下决心 就算是不择手段 也要弄到大栗花 她的刀刀念念 促使身边的忠心的贴身侍女 为了完成伯爵夫人的愿望 想到了自己热恋中的波兰贵族 这两人就联手用一枚金币 买通了约瑟芬的园丁 终于弄到了大栗花囚金 伯爵夫人想要大栗花 本身的显摆性质就大于兴趣爱好 在种植成功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到处显摆 这件事情不用查就败露了 月色芬 大怒之下开除了园丁 责罚了伯爵 驱逐了贵族 愤怒的年花都失去了兴趣 大栗花种植方法 温度与光照 大栗花不耐寒又怕炎热 洗干和凉爽的气候 大栗花的生长温度约15到25度C左右 在台湾适合于秋冬和春季生长 但是夏季温度常超过30C度以上 会使生长迟缓 甚至出现休眠的现象 大栗花需要充足日照 所以要种在室外光线充足的地方 土壤 大栗花是以栽培于土壤疏松 排水良好的肥沃沙子土壤中 种植它需要每年更换种植位置 或更换栽培土壤 如果在统一土壤连续种植它 植株容易退化而且容易感染病虫害 青植水 大栗花洗水但既积水 既怕牢又怕干旱 这是因为大花系肉质快根 植水过多根部易腐烂 但大栗花枝叶繁茂 蒸发量大又需要较多的水分 如果因为缺水 叶子微粘后没有及时补充水分 再受到阳光照射 轻者叶片边缘枯胶 种者肌部叶片脱弱 因此胶水要掌握干透焦透的原则 施肥 大栗花是一个洗肥花卉 从幼苗开始一般每到十到十五天 追尸一次稀薄易肥 先花蕾后每七到十天吃一次 到花蕾透色后就应停胶肥水 气温高时也不宜施肥 施肥量多少要看看植株现况而定 如果你看到叶片颜色浅几薄 是缺肥现象 如果你看到叶片边缘发焦 叶间发黄 就是施肥过量 如果是叶片厚 色泽浓绿 就是施肥合适的现象 施肥浓度要求一次比一次加大 这样精感能够粗壮 修剪当组织上花开后就可以减去组织 这些新芽就会陆续形成花蕾 静香开放 即时修剪枯萎的花朵和叶片 这样有利于植株内部通风良好 也能够减少养分的消耗 采收 下秋季可以采带梗花 当花蕾半开到全开的时候就可以采收 它的精液较脆弱 不耐挤压 所以操作时要小心 采收操作最好是上午气温较低时进行 采收后立刻擦到水中避免失水 也能够延长官场时间